下来就是身为主持人的特权 各位大家早安 我是台南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曾仙丽老师 那今天很开心大会能够邀请我来担任上午这个场次的主持人 今天上午这个场次任务兼具 有第一个是各位看到台前开放国会的专题 那后续呢有三场外籍讲者 他们会用预录的方式来跟大家谈谈 那包含了巴基斯坦 那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有一位法国的讲者没有提供他的内容 那所以他内轨 我们各位如果看到议程上有的话 他今天并不会出现 可是他跟GinnyV这边有长期的合作跟互动 所以各位如果对于join平台 公民参与的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提问 我们这边也会协助把这样的问题带给那边 那今天上午的这个场次呢 现场的场次非常荣幸也很难得的邀请到非常重量级的三位主讲人 那从我左手边这边开始一一跟各位介绍 首先呢是出场都会自带背景音乐BGM的立委 那第二位呢是国家宝藏的发起人 有个叫做OGP的团体组织在去做这样子的运作 那各位可能也从过去一两个月 委员在Facebook 脸书上面的直播 看到原来我们想要把立法院做得更开放更透明 那更让民众了解到委员们到底在平常从事哪一些的活动 那不单单只是在立院 他平常可能参与什么样的说明会啊 公厅会啊这一些 那让民众有更多的政治参与 我的简单介绍到这边 我们把更宝贵的时间 留给今天三位的主讲人 我们再次掌声欢迎 好 谢谢 那各位参加GTV Summit 2020的朋友大家好 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真的是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之前来参加GTV Summit的时候 有一次是只有音乐参加嘛 就是高家良这个突然好像在活动前一天 才跟我说他这个 想要拿我的歌去当这个活动的一些配 应该说背景音乐啦 那但是要找别人的歌授权比较麻烦 所以就说那可不可以找自己的朋友 我说好啦 那还有一次是来听肖威介绍国家宝藏 那我没有想到说我会有一次是自己在上面当讲者这样 所以还蛮开心的 那我想这个我们是不是就直接进入 还没 要 好 好 继继续投影的之前的那我就讲一下好了 那我跟Isabel其实差不多就是在 我先认识高家良跟唐凤 Audrey 的之后大概没几年吧 两年三年 说不定 我这样一讲我们年纪就变很可怕 好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好了 反正就在蛮早的时候就跟高家良跟唐凤跟Isabel都认识 那所以以前其实我们当然常常会讨论有的没有的 那包括就是到底新的科具跟工具会怎么发展 那所以就有蛮久的渊源 那进到立法院以后当然也我进立法院的时候唐凤也就开始当政委 我当委员的立委的时候他开始当政委 那所以有很多的想法其实也会期待说可以在新的角色跟位置上面可以来实践 那只是说只是说这个第一届的时候当然就是比较有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工作跟压力就比较没有办法 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些重要活动都拜托 那个时候认识新的朋友就是肖A肖先生就都拜托他代表我去参加 那到了第二届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参与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开放国会 所以我们现在呢 好 下一页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 等一下我们三个人会陆续讲不一样的层次 那我就先讲一下推动开放国会的这个脉络 那当初会想要开放的一个原因 那之前当然其实我们自己民间组织 个人参加OGP年会的这个积极度都是蛮高的 即便台湾还不是会员国 那唐凤担任政委其实也去参与了OGP的年会几次 那而且也都给这个国际的伙伴们有关于台湾的承诺 那国会的这个部分OP的部分 Open Parliament的部分其实一直比较没有积极的参与 以及想要做出什么样的承诺 所以我这一届连任以后其实就一直把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因为我认为我们不能只是有行政院这边的OGP的 行动方案的版本 那我们国会这边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可以做的 也已经做的 那这些事情我们如果不把它也进一步来处理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所以第二届 所以这一届开始我就很努力的在处理这件事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当然是自己当了立委以后 会发现很多资料 很多资讯 看起来开放 但它其实不是真正的开放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都有直播 现在最近又有 不管是网路上面的直播 或是电视上面的直播 那所有的这个立法委员的资料 好像包括政治现金 包括这个直询 立法院公报 好像都是公开的 这些资料不都是公开的吗 那有什么问题呢 有什么不开放的问题 那我先举个例 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 这个红遍全世界的台湾的口罩地图 那口罩地图它可以成功 除了因为我们有台南自己厉害的 这个好想工作室的这个工程师以外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健保跟卫福部相关的资料 它是立即性的开放 你想看看 我先讲一下 立法院是还在用传真机 然后我们很多 不要笑 对 真的立法院还在用传真机 然后立法院的很多开放的资料是 它不是立即性的 然后它可能是用PDF的 它不是机器可判读的 所以看起来很公开 但它如果只是一个影片放上去 给你看到咨询的资料 那同样的这种状态 如果放在我们卫福部以及健保 它的开放是这种开放的话 你想看看 一个药局 他每一个人去领口罩以后 这一位药师他用手的方法登记 今天画正字 几个正字 今天发了几个口罩 然后他不可能每卖掉一个口罩 他就马上传真给卫福部 所以他大概只好累积了一整天以后 再传真给卫福部 那卫福部再有人在那边算正字 算到最后 然后再统计起来 如果用这样子的方法的话 我们不可能有立即性的口罩地图 但是这个资料一样是开放的 一样是公开的 他一样是公开的 但不是开放的 那这个公开的资料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立即性的可利用性 那我们有再厉害的民间的工程师 他也没办法把它变成立即性 可以应用给人民的这口罩地图 即便他是公开的 立法院就是这样的公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立委委员 他到了选举的时候 他可以胡周 他明明所有的资料 都在立法院公报里面 他所有的资料都在 他的咨询影片 很多也都还在 也在立法院的这个网站上面看得到 但是他快要到选举的时候 他可以随便讲 这个 我自己的对手我比较熟悉 我就举他的例子 我不要说谁 他在选举的时候可以讲说 他最关心都更 他关心万华的这个老社区的问题 那 当然资料都是公开的 所以万华 中正万华的这些选民们 他的确二三十万的选民们 他也可以去 慢慢地看PDF党 也可以去看这一位委员 以前当了五届立委的每一个咨询影片 当然后面的时候上架 这个等等的 这个想办法回顾他 这个当了快二十年的立委的生涯 有可能吗 不可能 那所以 一定是 要有时间 特别要去研究的人 才有办法做这件事 那会是谁 当然就是他的对手 就是我嘛 所以我就只好去研究 研究了以后发现 他在他当立委的 二十几次的都更条例的审议 他一次都没有去 那他为什么可以讲说 他最关心 因为他就是咬定 即便资料都是公开的 但是也没有人真的会去看 二三十万的中正万华的人 没有一个人 有可能把那些公开资料 全部都看一遍 除了林昌佐的团队以外 我不是吃饭太多了 我只是很看不惯的说 你就是吃定这种 人民没有时间 真的去落实民主 这一种客观的状态 我们有民主有投票 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可以去 掌握行使投票的这些资料 的时间跟效率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那所以很多立委 他在选举的过程之前 可以去乱讲 他明明投票记录是怎么样 但是快要到选举的时候 他就乱讲他的另外一个 去乱形塑一个假的假象 那我就不用讲 这个我的对手 他其实在很多其他层次也是这样 那这个东西我认为 就是要让我们的资料都开放 而且机器可以判读以后 才能够让人民非常快速的 去理解 去认识他投出来的人是谁 以及立法院里面运作的状态 那所以 目前 目前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没人做 就是公都盟 那公都盟就很可怜 他要请很多公民跟专家 来去看很多这些机器无法判读的资料 然后自己再做出评断 那这种工人 这种工人智慧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是不对的 那我也会认为 等到立法院的资料都真的开放 以后 那 那高手就在民间 如同刚才我讲的这口罩地图一样 那关心都盟的人 他自然就会运用这些资料 去做出现在立法院里面 他这个立法委员对于都盟的态度 关心公托的 就会去做出这一些的研究 关心不同议题的人 都可以运用立法院里面的开放资料 来去做出 他对于立法委员的评比 那这个我觉得会是未来 会是我推动开放国会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同时也是让我们的民主 不只是投票而已 那还可以掌握更精准的 你决定要投给谁的这些资讯 而且投票之后 你还可以更密切的参与 立法院里面的议事 而不是投给他以后 接着就都看他怎么做了 你也没有时间参与 你也没有工具参与 你也没有管道参与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对的 那回来讲 那所以这一次我们推动 开放国会的行动方案 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包山包海 好像我们推动完了以后 在可见的未来这一两年 就可以把我刚刚讲的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做到 倒不是 而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启动了就没有办法回头的事 只要我们把这一件事情 装到立法院里面 包括公务部门里面的头脑里 包括开源 不只是开放资料 包括开源这些资料 只要把它放进去 就没办法回头了 它就会一直做下去 那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好 那另外就是这一次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在证明一个开放 审议的过程是可以做到的 的确是比较累 的确我们从一开始去找民间的委员 我们民间委员占了整个MSF里面的三分之二 大概是所有现在其他国家 在做Open Parliament里面算是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 沟通比较累 但是我们得到的也比较多 我们得到的启发也比较多 那包括在跟各个北中南的NGO合作的过程里面 也可以得到更多很好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奠定未来 在做任何开放资料跟开放政府的审议过程里面 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这个是我觉得过程好像比结果都还令人珍惜 虽然结果我也觉得还蛮好的 但是我觉得过程是我自己还蛮开心 蛮珍惜的一个过程 然后而且启动的这件事 我觉得未来即便有一天我不是当立法委员的 这件事它就是会一直下去 对 好 我就先分享这个脉络到这里 那我就接下去讲 所以开放国会行动方案 这整个脉络可能要倒退到 这个可能一些历史 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上一次两年前来参加商品 也是在南港中研院嘛 那那个时候我很荣幸被邀请当奖者分享这个国家保障的东西 那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在非常忙碌的行程中抽空赶来参加那一场演讲 那我非常忙碌的行程就刚好是在就是中研院南港那边选举当地的议员 那就是选举行程就很紧凑嘛 那也是在选举中学到很多经验 那大家也知道我本来是住美国 然后在那边发起国家保障 那因为这个右手边这位委员 他推坑我 然后会来参选这个议员 所以其实左右手两边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那这个Isabel当然不用说 因为我的国家保障还有G0V的参与 整个过程中收到这个Isabel还有不管是EPA 高家良甚至唐峰行政委在内 很多还有在座各位的这个G0V社群朋友的不断的鼓舞 参与贡献 然后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些成果 所以那右边这边就是当然是我政治启蒙 他推坑我参与选举 然后在国会里面也邀请我参与一些国会的运作 那2018选举完之后 有幸我们一起选举伙伴 虽然我落选了 但是我们一起选举伙伴有进入台北市议会 当时也组成了一个党团 那也很荣幸邀请我参与这个党团 一些科技方面的推动 所以我在党团里面也参与了他们议会的运作 所以很自然而然的 因为其实过去翻开过去GDV的历史 通常在做开放资料 或者开放政府的时候 通常想的都是行政面 都会去跟公务员接触 可能跟首长接触 然后说服要求利用他们进行开放政府 开放资料的事情 那因为我个人特殊的经验历史跟背景 所以我想的都会比较是议会方面的 是怎么从民意代表 从这个民主草根的政治的方面 进行推动 所以我们在党团的时候 我们也在台北市议会里面 推动了第一次的议会黑客松 那不晓得这边有多少人有参与过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议会里面的一个 几乎没有人在用的一个超大的一个厅堂里面 然后邀请了GDV 九松团 来这边办了一场黑客松 那应该是第一次 那我当然希望持续下去 那我们希望一下以后还会有 或者是甚至是各地 到台南市议会啊到各地的议会 所以我在这个推动开放资料 开放政府开放治理的时候 有时候想的都会是议会方面的 所以很自然的 我在18年参与OGP 以及19年参与OGP的时候 18年是去了乔治亚 那19年是去加拿大 那很自然的我都选择的是议会那个track 所以都是open parliament 那在18年的时候 我们他因为是乔治亚 然后乔治亚是中亚的一个小 也不是小国家 就是一个国家 他也是蛮新兴的国家 然后但是他们在开放政府 开放国会上面算是很认真的在推 他们也很认真加入OGP 所以他们这个办的非常的辉煌 然后办在他们这个国会殿堂里面 把我们这些 不管是国会议员 其他国的国会议员甚至议长 以及我从台湾来的都被邀请 坐在他们这个国会殿堂里面 就我坐的是他们国会议员的位置 然后在那边开开放国会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开放国会 其实是很有潜力 第一个不但是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去 然后也带领这个国会走出去 因为国会有时候是独立于行政体系的运作 所以有时候行政体系可能会卡关的地方 国会可以是因为国会外交 甚至就是因为开放国会而走出去 所以我在18年就受到很强大的启发 就觉得说其实我可能一辈子不会去乔治亚 可是因为这个开放国会 我不但去了乔治亚 我还去了他们的国会 我还坐在他们国会议员的位置上 开这个开放国会会议 然后我甚至还有机会跟他们国会议长 就是聊天 然后我当面跟他抱怨说 你们从来不发给台湾人签证 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的确他们现在不发给台湾人签证 因为种种政治因素 Anyway 所以那19年是在加拿大 我也是参加了开放国会的议程 那这个就 因为加拿大人也知道是个大国家 所以他们就没有弄得那么虚花 其实就是比较低调 但是却是很实质的在讨论 然后结束之后也是各国的这个国会议员议长 然后合照一张 然后那一张大合照就变成了 现在世界Open Parliament E-Network 就OPEN 就是这个国际开放国会组织的封面首页 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我就在其中之一个 其实我这个是一个非常小咖的 这个连议员都没选招 所以突然能在这个世界的开放国会组织里面 登上他们首页 所以就个人非常荣幸 所以我就是在台湾就觉得说 其实我去了乔治亚 去了加拿大 都觉得他们的开放国会 虽然说办得很盛大很隆重 各国议员都来 但你去看他们的承诺方案 你去看他们实质做了开放国会 你来回来跟台湾比 我们国会根本就是 你知道 非常的超前的 就是我们有国会频道 我们有这个开放那个开放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 从2014年太阳花以来 这个国会黑箱一直被诟病之后 过了很多开放的措施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拿去国际商卖 是很有卖点的 所以我觉得说 那为什么台湾不能推开放国会 所以那时候就秉持着一个 你推我坑 我也推你坑的精神 我就知道说 这个林委员一定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们就找他一起 然后因为19年也是代表他一起去加拿大这边 参与开放国会 那就是以这个心态 那他成了这个整个开放国会的总召集人 那我也负责成为民间的召集人 那刚好不管是在议会的时候还是在国会的时候 还有认识很多开放圈的好朋友 所以就旧一旧 所以很感谢有公督盟 卧巢 以及开放文化基金会 GNV救松 以及国待国会 以及等等 比如说医师公会联盟等等的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像林委员讲的 其实很多人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是 这够不够开放 够不够开放 那如果我们一直检讨 自我检讨 说不够开放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让他更开放 所以我们就公开发起 征选更多的民间委员 然后征选来之后就投票等等的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就像刚刚委员所讲 是非常的令人珍惜的 就是这可以作为一个典范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 开放政府的部分 其实现在行政员也在推行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一起推行 甚至会在年底 明年初的时候一起 可能推出行动方案 向OGP敲门 拿着行动方案跟他敲门 说我们想要加入 所以这个其实很开心 在过去这半年之中 就是行政体系跟国会体系一起努力 然后推出这个行动方案 那其实这个是主要的 也不是主要 这就是目标之一 因为其实台湾已经是算是非常开放 不管是开放资料 开放政府 开放国会 那我们把过去曾经做过的东西 以及我们承诺未来我们会做的东西 然后收容一下 写成一部台湾的国家的行动方案 里面包含了行政体系 以及国会体系 那向国际机构敲门说 你们OGP号称开放政府伙伴联盟 你们凭什么 你们里面连中国都没有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台湾加入 那你们如果不让我们加入 我们就在这边自己做我们的承诺事项 我们每次做完一个 我们就向国际公告说我们做到了 你们如果还是不让我们加入 我们就继续做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世界上有一个台湾一直在 走在台湾开放 走在世界开放政府的最前端 但是却一直不被允许加入OGP 所以我们希望能制造这个压力 那让这个OGP知道说 其实这个国家是很需要被重视 而且也是他们做的东西是很值得 很多国家借进 所以这是我们想 我们这群人想要推动开放国会 推动开放政府的原因 那我们把细节 请Isabel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下 好 谢谢Freddy还有笑 我今天终于厘清我是怎么掉到这个深坑里面 因为这个深坑很可怕 这是一个持续半年 几乎每周都要开会的坑 然后原来是稍微找到Freddy 然后Freddy大概在五月底的时候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讲的内容 刚才就是他刚刚讲的 非常有说服力 然后我就说 好吧 那我们就来做做看好了 所以我自己关注的大概三个面向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国会内部 怎么样去降低人民的参与门槛 那第二个是对外我们怎么样把台湾这个非常好的民主经验 还有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 可以让更多国际上的人知道 然后在国际上争取更重要的地位 然后第三就是我在第一次跟Freddy讨论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我认为过程非常重要 因为G0V有非常多的协作的经验 还有协作的工具 协作的平台 那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希望能够降低公民参与的门槛 那我希望把这些工具和经验还有平台 可以藉由这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来实作 然后去运用 所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经过这六个月的一起工作和努力 我觉得非常开心 就是是一个跨党派的 然后跨组织的 然后过程虽然非常有时候非常激烈 但是结果都能够大家达到共识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民主的体验 那接下来我再讲一下细节 下一张 我们大概在五月底的时候 萧威应该就开始揪人 然后六月的时候 六月一号 就是Feddy有跟委员 就是立法院的委员那边有提出一个意见 有一个计诊会 然后七月的时候我们开始在筹备委员会里面 讨论治理架构 然后到八月的时候开始启动 我们开始办理一些意见征集这些活动 然后到九月的时候就开始进入撰写的过程 下一张 下一张 不是 上一张 对 所以大概是筹备启动 然后撰写 修订 然后订稿 那其实前面筹备这个过程 其实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大概花了可能两个月 所以在过程中我们其实就把整个治理架构 盘点资源 然后建立工作小组 然后协作的机制 那这些过程的工具其实都是公开的 然后我们启动之后就开始征询新的民间委员 那我们也进行广泛的去收集意见 然后在撰写的修订过程 其实不是一次就订稿 就是我们秉持那个开源社群 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的这个观念 就是我们会放出去 然后让大家看 然后提供意见 然后再回来修整 那最后我们其实在十一月中的时候大概订稿 那接下来订稿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把它翻译成英文 然后让国际上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下一页 那我们这一个 其实这个组织上呢 其实一开始是萧威在揪人 所以其实有一个核心的工作小组 然后再来是一个筹备委员 那筹备委员工作的时间 大概是五月到八月中间 所以他们有总共有十九个人 然后开了非常多次的会议 大概六次还七次的筹备会议 然后每次都是在现场一排 就是大家当场就开始开Google document的协作 治理机制 包括说我们要怎么找委员 那委员如果没来开会要怎么办 然后希望考虑怎么样的委员的背景 那整个期程也是在这样子讨论过程中去决定 然后到八月中的时候 我们就有新的委员 我们就开始组成了这个开放国会委员会 那总共有二十四席 其中立法院有七席 民间是十七席 那立法院的七席当中 其实有应该是四席是国会议员 那其他也有立法院的行政单位的人参加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立法院的行政单位 他们才是实际上要执行的人 所以在讨论过程中有他们的加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在广办意见征集中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 Freddy非常的猛 他就是大概七月的时候 七八月的时候他就办了那个 和很多线上的KOL 办了四场的线上论坛 然后他对用中午的时间去说明开放国会 然后大家就可以透过那个Google的留言 YouTube的留言去反映意见 然后我们也在很短的时间 把VTaiwan整个咨询的架构弄好 然后让大家可以来问 可以在VTaiwan上面提供意见 那另外也针对了交点团体 就是实际上真的有来 我们实际上过去几年有到立法院 来进行游说的团体 有特别针对他们去进行 就是实际交点团体的访谈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在看这个整个过程中 我觉得有四个面向 四个要素是我们一直有掌握的 然后也是非常重要 让这个过程能够 我觉得能够顺利进行 然后不会是 就是是一个比较好新的model 我觉得四个面向 第一个是他有考虑到多方厉害关系人 所以他在组织组成的过程里面 成员里面他就有国会议员 然后有行政的执行单位 然后有公民社会的民间委员 那另外在民间委员部分 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讨论 民间委员的多元性 所以我们有就是不同背景的 比如说原住民 比如说必须要用手艺的委员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 这样子的多元的背景 然后多元讨论 能让整个过程是 呈现比较多元的状况 那另外就是官民协作 那我觉得官民协作这部分 其实官民协作已经 大家最近大概听得非常的多 但是到底什么是官民协作 就像刚刚Freddy讲的 开放资料什么是开放 用PDF档公开的资料算是开放吗 那如果只是把委员找来咨询 问意见 然后说我回去再研究 这样子算是官民协作吗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怎么样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掌握到官民协作的程度 是我们在盘点资源 建立工作小组 还有组织架构治理机制 这些部分 确认其成 这些部分都是民间委员共同决策 就是并不会说 我们讲一讲意见 然后Freddy就说 那我带回去再研究研究 就基本上没有这种事 所有事情都是在会议上 我们就当场做决定 那如果觉得资讯不足的状况 有非常好的这个 就是非常好的幕僚 他们会回去把资料会整之后 我们再来讨论 然后再来做机制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共用很多协作的工具 就是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开会之后 Freddy走进来 就是说从来没有在立法院的会议上面 看到这么多台笔记型电脑 但是后来这个真的就成为是一个常态 每次开会就是有 那么多台笔记型电脑 然后甚至后来还加了GTV的直播组 过来帮忙直播这样 那再来就是资讯公开的部分 那资讯公开我们也是透过各种希望 各种方式尽可能的希望 让资讯能够公开 包括草案公开 包括逐字稿 那包括治理机制公开 那我们也有一个公开的slag的群组 如果有问题或者是有资讯的话 都会在里面反映和讨论 那另外就是刚刚有提到 那个滚动式修订的部分 我们就是在草案草拟的过程中 就是持续的可以透过VTaiwan的平台 去提供意见 下一眼 下一眼 没有啦 有有 在那里 所以我们做了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分了五组 就是有五个目标 透明化 公开化 数位化 国民化 教育化 那每一个有一个主要的原则 然后后面有不同的希望完成的事项 那这个草案应该已经定稿 我们现在正在翻译英文当中 那大概实际上这个commitment是怎么细致的呢 我大概举一个例子 下一眼 比如说我们在一之三 这个有一个承诺事项是这样 是应该建立明确的资料开放治理机制 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这一点基本上就是为了要解决 Freddy刚刚说他的助理可能不知道花了十天 去翻那些过去的公报 那我们希望能够未来立法院在做开放资料的时候 有更明确的自己机制 知道说什么哪些资料要开放这样子 那其实并不是没有开放 因为我们在跟立法院的这个行政单位讨论的时候 他们也会说他们有开放资料平台 对 那上面确实也有东西 但是到底更新的够不够 那哪些东西应该要继续被放进来 其实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长期长设的委员会 去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这牵涉到立法院内部治理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在承诺事项上面 就会写说组责单位是立法院 那现况是怎么样 主要的目标是怎么样 那立法院他们愿意承诺的里程碑是什么 那执行的骑程是什么 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基本上可能是目前还可以接受的这个明确性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是从明年开始 就会有立法院他们去完成这样子的承诺事项 然后后面再继续来看要怎么做 那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我交给那个 小薇来指示我们 不敢不敢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 你是说国际上还是国内 都有 就接下来国际上就这一本行动方案在国会方面就会给院长签成吧 因为院长应该是已经签了 那就翻译成英文 那接下来就会统筹成为一个章节 所以就变成我国国家行动方案的一个 它可以变成是一个下面一个章节 或者是独立的国会行动方案的章节 然后会去呈给OGP的这个steering committee 就是他们的这个大会的这个秘书处 然后就是跟他们说 这是我们台湾要做的行动方案 那就是能不能用这行动方案 然后将台湾加入成任何形式的会员国 然后就参与OGP的运作的大会 然后甚至在开放国会里面 这一个议程上面可以把台湾加为成一个会员 所以这个是国际上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那国内当然就是国会的各个处 然后里面所有的行动方案 就要依照着里程碑去逐步实现 那我个人最有兴趣也参与的是 当然就是资讯的方面 那里面就是国会的资讯处 已经承诺会开一个Github的账号 所以会有台湾parlament在Github上面 这真的是令身为一个资讯人 那个非常感到荣幸以及开心的事情 因为你去查一下 Github上面有的大概只有UKparlament 还有另外几个不到五个的parlament 那台湾parlament 是能够加入这个行列 个人觉得非常荣幸 所以这是这个承诺事项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也顺便带一下 行政院那边的承诺事项 他们也推出了洋洋沙沙 估计十几个十九个承诺事项 以及各个部会 所以其实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国发会上面看一下 那这个当然也是很感谢 唐凤正委办公室 以及国发会这个两个主委 他们的委员 这个叫MSF 就是多边利益关系人 这个委员会 也就是其实开放政府行动方案的委员会里面 我也是这个委员之一 但是因为行政院行政体系 比较错综复杂 那也有很多层级 所以其实可以理解是 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做到 就是把民间团体全部找过来 然后一直不断的讨论 因为其实比较这个承诺事项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开放国会里面 因为其实是 比较是 立法院里面一些比较行政单位的事情 那行政单位事情 当然就是院长说了算 那大家要知道 在行政院可不是院长说了算 院长想要干嘛 可能部长有意见 部长想要干嘛 可能处长有意见 处长想要干嘛 可能科长有意见 所以其实这边的 如果这可能要讨论开放国会 跟开放政府两边的心得与困难 这可能可以开完全另外一个讲座 不过大致上就是说 其实参与行动政府里面 也有很大的感想是 其实这一次 这边由唐振伟领军的 这个行动方案小组 也是很认真的 各个民间委员 也是去参与各个部会的小组 然后参与他们的讨论 就像Ronnie也有去参与政治现金那一组 那我个人是选了 这个内政部的宗教 宗教现金 宗教这个 他叫宗教的现金的开放透明 那还有国法会的数位隐私的修法的这一组 那还有中选会的 这个电子连署系统这一组 那其实去参加之后 就会发现 其实有时候他们 第一个很多公务员行政院里面 不只是就是部会里面 甚至是科员阶级的公务员 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是要干嘛 可能就是科长请他 制定一个承诺事项 他就把手上正在做的事情 放进去承诺事项 那有时候就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这些民间委员 尤其是参与过OGP的民间委员 去进去这个参与讨论的时候 有时候都要提醒他们说 你这些承诺事项 不只是在这个期间内要完成 而且你是要承到国际上去 让国际上知道 这个是台湾政府正在努力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只是把手边的数物 正在做的事情放进去的话 那国际上会认为说 你难道之前都没有做这些吗 就像他们在做这个宗教组织的 开的现金的这个 他们就是要做order 要做这个财务的这个叫什么 审核 那就是说他们是把它放在这个 小组是放在这个洗钱房子里面 那我就提出一个议问说 你们如果这个承诺事项 是这样写的话 会不会让国际认为说 台湾的宗教组织是有多常在洗钱 但其实科学里面有表达一个意见 说其实台湾的 这些大的宗教的基金会 其实很少有洗钱的案例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 把一些国际上的观点带进来说 要知道这个承诺事项并不只是 行政院科员交给科长 然后科长交给部长 部长交给唐振伟的一个功课而已 这是要拿到国际上去 而且是要让国际上知道 这是我们台湾政府的努力 所以就是说 这是很多方面的磨合 但是很开心的是 其实这个一直有在很有效的进行 所以行政院这边 应该也会在年底拍板定案 也会让院长签合 那也是会在一起推出 所以个人希望说 What's next 就是希望在明年 就是台湾开放政府 开放国会 开放治理界很重要的一年 是要把这个整合起来 然后去拿去向OGP敲门 请他就是开放他的大门 让我们加入 那如果有参与过OGP的 知道就是这个过程 包括唐振伟 以及阿端吴明轩 以及我们这边在座很多人在内 尤其是NN的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出国去参加他们的这个OGP年会的很多朋友 每一次都去拉着那个布条 说什么让台湾加入什么 Where is Taiwan 然后明年终于有机会 这个布条可以收起来 对这个是Next 个人期望见到的东西 我最后再分享一下 就是接下来其实我们希望也在意的 民间委员在意的是 怎么样再继续扩大那个公共参与 就是说让更多人可以来 针对这个承诺事项执行的过程 来表达意见 那我们怎么样有比较好的机制 能够去检视承诺事项执行的内容 因为这其实是会在继续修订 然后会有下一期希望能够做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这一个行动方案能够还蛮顺利在进行 是当然那个院长的支持非常重要 然后有非常好的国会联络人窗口 就是Freddy 因为他有很强的incentive和那个动机要做这件事 那另外就是洪次庸委员办公室的幕僚 非常的非常的棒 他们做了很多基础的工作 所以才能让整件事情在 在六个月之内就很快的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成果 然后能够继续往下走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三位主讲人精彩的说明 可能我们必须到这边 先请他们讲到这里为止 那剩下的时间 我们要进到Q&A的部分 slido上面已经有一些 在场的朋友 或是现场的朋友进行提问了 那因为我们这个场次会到30分 最慢到35分结束 所以在问题的选择上面 我可能就要跟两位主讲人 稍微协调一下 是不是由我这边来去筛选这些题目 那如果没有回答到的 我们在会后或者用线上的方式 都还有跟讲者交流的机会 那我这边就来做一些选择 好 那有人提到 第一个事情应该是说 开放资料 开放国会这件事情 对于公务人员是外加的工作 那虽然这题是问委员的 不过我想两位应该也可以协助回答 就是万一委员不在其位 或者是我们的政委 说的政委唐凤 不在位的时候 政府还会不会去follow这样子的东西 我想政策的延续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是不是可以由哪一位来协助回答 我这边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很多时候 常常是换了部长或换了官员 或者甚至换了朝代 就很多东西 尤其是开放政府开放的东西 因为的确对公务员来讲 就是额外的工作 就是他们长官交办好的东西 都做好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开放出去 就让民众再要再批一次 然后意见再进来一次 他又要改一次 所以的确是额外的工作 所以为什么个人认为在这个程序里面 OGP就非常重要 这国际组织就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OGP这个行动方案里面 我们刚刚一直没有提到的是 它有一个审查机制 它叫IRM 就是Independent Review Mechanism 所以就是说这个审查机制 是它要独立审查的 假设我们有信加入OGP 我们第一个要付它保护费 付它年费 付了年费之后 我们就有一些会员的权利 他们就会派他们的独立审查员来 然后观察我们的承诺事项 有没有做到 那没有做到会怎么样 没有 你如果真的很严重 没有做到 你就会被踢出OGP 所以你想想看 有哪一个部长 哪一个院长 哪一位总统 可以忍受台湾被踢出OGP 不行嘛 所以他们不管即使换了朝代 他们也会继续认真的把承诺事项 继续做到好 所以为什么国际的组织 在这个角色上面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是我个人 刚刚那个小蕾讲的就是比较外在的那个 那当然我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想法 我问的是那难道他们有可能他们离开后不做 我们现在就不做了吗 当然是要趁他们在的时候赶快做啊 对不对 那做了之后 当然我也是不停地会再问说那会不会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体制内的常规 那这个有很多很多做法或是可能性 比如说如果立法要求他们要做也许是一个办法 那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文化 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变成我们政府或行政机关立法院里面 一个大家愿意接受的norm 然后或者是一个文化 那我觉得在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去empower我们 就是跟我们一起协作的就是公务员 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觉得他们被赋能了 他们觉得这对他们的工作来说是不是额外的负担 而是对他们推行他们的工作是有帮助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才有可能让这件事情持续长久下去 好谢谢 不过刚刚谈到了就是从根本上面转换这样子的开放风气 就让我们延续到应该是Ronnie的提问 那目前看似不是很开放的行政院OGP的部分 那怎么样把这样子开放国会的风气 因为刚刚Shire也谈到了 其实立院这边推动的速度跟效率是比较快的 那行政院体系它在行政的课程节制底下 推动会比较慢一些 那怎么样把它影响到这个整个行政体系里面 这可能要问唐凤吧 我也是这么觉得这是明天问他一下 他明天早上会来在这个场地 大家要记得来 对啊因为我也只是众多委员之一 那去行政院的小组开过会之后 会发现他们对这整件事情的看法不一嘛 就是因为如果是副部长 因为副部长也是委员之一 那副部长就会认为这很重要 那可是有时候搅拌下去可能就知道 可能就招奸啊 可能就不一定会就把这个开放的味道跟精髓 就真的知道要怎么去抓到那些东西 所以其实这很难嘛 因为其实唐正伟在行政院已经这么久了 大概几年六年了嘛 所以其实其实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但是我认为说就是有 但是这个行动方案这个小组绝对是 怎么讲就是很正确的一步啦 就是如果没有这一步 那其他更不用说 所以这个是就先举个例子好了 我在开国发会的这个数位隐私的这个 那个小组会议的时候 隔壁做的都是法律专家 法学教授 只有我一个完全没有法律背景 我去跟人家谈修法 修数位隐私法 我都非常汗颜 可是我后来发现 就是这些专家 他们可能就是有很多法律的见解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场会 不是跟以前的修法的咨询会议完全不一样 我们代表的是民间的意见 我们要的是民间 而我身为一个不单是科技人 我也是一个科技公司的发起人 所以修这个数位隐私法 其实打到的都是我自己 所以我也是厉害关系人之一 所以我非常有权利 在这个OGP的架构下提出我的意见 那我当然也提出了我的很多意见 所以说这个其实政府还没有这个习惯 就是把民间请来是要一起对等的开会 另外一个意思很好笑的是 我去开行政会的会 我每次去都拿到出席费2500块 很汗颜的是 但是第三百会知道开放国会从来没有发任何钱 没有 我觉得OK的 而且开会的频率都太多了 所以我就是很汗颜 因为就是说去开这行政 因为我们开放国会不发钱 是认为说如果大家都是对等的 我们民间来不是因为你国会要请我来 我才来发表我意见 你要给我车马费 而是不是 而是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关心这个一起推动 所以我们才不拿钱 对 如果要拿钱就是民间委员要自己筹钱 自己筹钱发给自己这样有点麻烦 所以另外就是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怎么推到开放行政院的OGP中 我觉得其实行钱教育很重要 其实后来国发会有办工作坊 我觉得在工作坊的过程中 其实很多公务员就觉得他们终于开始了解了 然后觉得自己被赋能 其实这个工作坊也许应该办多一点 或是更早开始办 然后接触面更多一点 那当然开放政府方案 其实相对于开放国会来说是 大非常非常多的量体 执行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这个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好 那slide上还有一些提问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必须把今天这边 第一个场次在这边终结 那我们是不是先再次感谢 两位主讲人今天精彩的分享 谢谢 谢谢